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诺奇水火箭 欢迎大家 现在呢我们来了解 水火箭的技术方面的一些 模拟反正的技术 看看有哪些啊 我自己现在归纳整理了 就有这些 那么如果还有其他的话 欢迎大家在这里添加 那么先来看看这个灯笼这里啊 这个呢 其实 就是我以水火箭为主题 做出来的一只灯笼 是给我儿子学校做的一个礼物而已啊 一个作品 学校每年都要做灯笼 每年都要教 所以呢我就想着把这只所有箭做出来 就这里有灯 啊这里是有电池 开关 这里底下也有一个灯啊 就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啊 啊没办法发射的啊 这个是没办法发射 只是一个外形上的一个模拟仿针 啊关灯之后的一个效果 啊这是另外一只大的 大一点的手指键 用大瓶子做的啊 啊就这么多啊 灯笼的话就这么多啊 还有其他的一个火箭车 看看资料 火箭车呢其实 呃不是我做的 但是大家看看文档 这个文档啊 呃房体记房体记的话一般都是呃 台湾的出品 因为台湾呃 呃在以前很久就已经呃 关于所有建这方面他们做的很深入的研究啊 那么里面的这些文字我就不读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啊就把视频按暂停 把里面的文字显示看完 至于里面讲什么内容的话 你们自己去研究啊 啊所以我建动力车 所以我建动力车的话在台湾 方面呢也是有呃 向城的做好的标准化的一些产品可以买得到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台湾买买相关的一些产品 体验这个水火箭的水火箭的动力车 那么这里这个文档呢是 呃也是台湾方面的做出来的一些文档内容 总的来说就是用水火箭的水器为动力啊 在汽水瓶的周边就装上一些车轮就实现这种呃 动力车的这种表演的一种方式 模拟仿真的一种方式 里面的内容我也啊不读 大家就按视频的暂停按钮 看里面的文档内容 我重申一气啊 这两个文档不是我本人的作品啊 也找不到原来作者的一些联系方式 所以你们你们你们只能看文档的内容了 第三个肩抗式发射水火箭 肩抗式的呃 呃这里有两个图片 这里是其中一个图片的尺寸比较小 没办法放大看内部的一些呃 视节 但是这里有效果啊 这里的话试试看一下啊 这里一个人一个肩板扛在这里 这里手上拿着肯定是一种肩扛的发射器 之后呢这里是一个呃发射瞬间的一个呃 瞬间图后面这里呢有水喷出来 前面这里呢一直也有一个水柱在这里 水柱也就是说这种方式的话 用水火箭的模拟方式的话 这个人会碰湿 这个人会碰用个水碰到身上 这只水火箭呢做出来呢也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人家就做到这里的话 是在这里碰水啊 所以整一只水柱箭的话 这是一个箭体 这里会有一个尾翼的一个呃延长 这里是尾翼啊 所以尾翼这部分人家是怎么做的 你们也要去研究一下 这就是这个江坎式水柱箭的一个呃 技术的一种掌势是一种呃 模拟吧啊当工当兵作战的一种模拟的方式 所以这种手齐的发射器啊也是要做特殊的改造的 一般这种方式呢 对尾翼是有比较特殊的要求的 如果你是塞在一个泡管里面的话 你这个尾翼要配合这个瓶子的瓶身的一个外径啊 做配合 如果没有尾翼的话那就是发射一个汽水瓶嘛 发射汽水瓶的话它会翻滚了飞不稳的 你模拟的这种方式但是你飞出去之后呃飞的乱七八糟的 那么如果是飞行的这种效果这么不好的话 那要么就不要这就就不要做这种模拟了啊 我觉得如果尾翼没做好的话 这种模拟没多大的意义啊 肩卡式的啊还有一个榴弹炮式的榴弹炮是什么呢 榴弹炮的话大家可以百度去把榴弹炮几个字搜索 搜索出来那这个图呢是从百度上面找到的一个图 啊这个图呢呃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炮管是吧 也就是可以做一种啊也是做模拟反正方面的 你里面你这只所有键可以塞到这个派国炮管里面了是吧 也就是说主要就是这个发射器的一种DIY的一个改进与创新 你除了在这么小小的一个炮管里面 把这一只手耳酱碰出来那么你另外还可以加装一个呃声音的发声系统 也就是当启动手耳酱发射的时候呢这里就产生一个 蹦一声一个炮弹发出炮的是一个声音 那么除了这种啊发射器的一种模拟反正之外呢 还有一种声音的一种呃模拟反正 当然如果你做了这种出来的话 那么你要注意当地的一些相关部门有没有可能找你去喝茶啊啊啊 因为我曾经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呃浙江方面的一个呃一个呃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呃是一家公司啊也是用来培训学生 呃呃 kid yeah еще 用来 大红色文化的这种构购啊 就只要事先了解一下 这就是榴弹炮的一种方式 火箭加卫星 这种方式 现在为止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一个研究 包括我也没有 但是我的一个思路是 整一只水瓦舰 在起飞的时候 在弹头的那个部分 就放一个卫星一样的物体在上面 整一只水瓦舰打上天空之后 这个包住降落伞的那个部分就打开 就把这个卫星就慢慢的下降 我个人是因为这样子 我虽然自己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际的户外测试 有这种想法 并且有这种解决想法的一个思路 具体的思路呢 我可以给大家 去看一看 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缓降技术 总类 常规的缓降技术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降落伞 降落伞的安装 有定时器结构的机械定时器 这方面的第十个一个室外发射吧 你们就直接找到这里 看着我的红色机械的这个 技术的分支啊 你们就直接找这里的资料来看 这里的资料呢 那就是一个有定时器的降落伞技术 那么你可以把做好的这个卫星呢 放在这个定时器的伞仓那里去打上去 只要再打开降落伞 就可以实现这种模拟仿真的这种表演的形式 那么这里呢 我也只是做一个引导的作用啊 给大家做一种思维上的一种指引啊 也给你们方法了 你们就只能看着你的方法 去做一个卫星 把它塞塞到里面去 这样来实现 这里就不会情自动手去做一个 并且户外测试演示给大家看了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排击炮 排击炮的发射方式 还有一个手持 看看这里啊 排击炮 看看这里是一个炮管 并且这里有一个炮弹吧 但是这个炮弹的话还没装尾翼啊 但是这里有装尾翼啊 这是一个炮弹 但是这个尾翼你看这个尾翼只有这么一点点了 其实也没办法很好的控制 做好这支炮弹的一个稳定性 但是做了比没做会好一些 因为这个尾翼的大小的是受制于 受制于这个炮弹的一个 呃外进的 你这里有多大 你这个尾翼只能就这么大 因为这个炮弹是塞进那个炮管里面的啊 所以要解决好尾翼这方面啊 这只是一种没办法当中的一种办法 实际的话还有其他的一种收缩的尾翼 收缩的尾翼 呃个人比较难做出来啊 可能以后还是要用呃 塑胶模具用标准化的方法来实现才才能够更好的普及 更方便的来使用这种啊 最后的会有会有呃视频会有一个视频集合给大家演示啊 这里会有视频啊啊 你们看里面的一个显示的视频内容就知道了 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手齐的发射所有键 手齐式 我们看看这里啊 这里就是一只手齐的 这里是一只所有键 这里一个是一个手齐的发射器 其实就是 DIY 自己叫DIY DIY定制这种 呃不同要求的发射器吧 啊核心是这个零件你要自己定做啊 使用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你自己要拿拿就这里啊 用手按一下 但是发射的时候还是会碰湿自己啊 图片的展示形式就这么多啊 有一个视频啊 有一个两分钟的视频啊 演示一下这只手齐式的水火箭怎么发射 那么整一个第三个模拟反针的呃 我能够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呢就全部的讲完了 剩下的话就你们还缺两个视频没有看啊 啊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视频的二维码啊或者说啊具体的视频文件啊去提供给大家看 那么视频结束